我 你让我怎么那么笨啊 张会长 是这样 我特别地想不到你 但是我现在穿着警服呢 有点不太方便 要我们换个地方再帮好不好 特别不想推开你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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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去家里的车过去了 可是我没发现 我连一辆车都忍不出来 你说我能干得好什么呀 好了好了 太可爱了 呆蒙笑天使 真是赢了 打雷珠子 好了好了 不等了 走 带你吃饭去 等会儿他就出来了 不等了 吃饭 不等一下吧 不等了 你们等一下吧 哥说了 吃饭重要 赢了 换个地方还要再抱一下 走 来 上车 走 吊不头 多美的夜色呀 多远的月亮 搂着我心爱的女人 在夜空中闪月 像做梦一样 大并 大并 你好冷静啊 没有啊 真的吗 真的没有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呢 这个激情它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一般来说呢是几个月到半年 最多一年不等 但是呢 我希望我们的目标是 一直有激情 你知道大部分的人 他们的激情之后会怎么样 后悔 因为激情被那些 琐碎的家务事给 磨名了 紧接着爱情又被争吵 啪啪去淡了 多悲哀呀 之前在干嘛呢 为什么之前不好好磨合呢 所以磨合太重要了 沟通太重要了 激情太重要了 理性那就更重要 我们千万不能像你说的那样 没有激情 编程后悔了 没错 所以你说我们现在 有没有激情 有 漂亮 我可不可以亲你一下 可以呀 谁呀 康明 明哥 兄弟 康明 我出来了 你说你也不去看看吗 我我我我 你喝酒了是吗 没有 没喝 我在开车 你还开车 你把车停一下 你不靠边我现在就报警了 你信不信 报什么警啊 你不是警察吗 再见 做我的宝贝 要做个疯一样的男子 别弄他了 一会儿啊 我把你送回家 我再回来接他 他这样已经不行了 我跟您一起等吧 等你送他的时候 说了我把我放回家就好了 跟我等他 根本就都这样 你跟他还能有什么说的 什么都谈不了 你千万别忘了啊 就是告诉他 中间有四套房子 其中有一套是四居室 简单装修过的 还有 你要跟那几个老奶奶 说一下 你说啊 最好让他们把现在 他们住的那些房子 转租出去 可是要是有的人 不愿意租出去怎么办啊 那 老人家的心态是这样的 都是手上永远要有一点钱 这样心里稳的 对不对 我还得思考一下嘛 好 我听说 你给钱老太太 做工作的时候 引起经销商的不满 人家还想打你呢 你能不能采取 正规的手段 对那些经销店 进行整顿跟处理啊 可以啊 没问题啊 那就耗时间了 我不想耽误那么长时间 所以就要用我自己的方式 来解决一次 我跟你们说啊 这地方 确实不错 我是经常来 我拔拔脚 买的钥匙 对身体变得好 谢谢 希望你们 朱总 杨警官 你又是来 赌秦老太太的吧 没没没 我我随便来看看 看看 加油 一定可以的 不是什么包治百病 那些宣传都骗人的 小翠 骗人的 快过来 我叮嘱你两句 正找你呢 一定要劝一下消费者 能不能劝他们 去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做个歧检 听听医生怎么说 医生会告诉你们 哪些适合吃 哪些饿的 好用打的 哪些连碰都不用 对对对 杨警官 我们的针术六十 那可是抗衰老的 我不管你抗什么 保健产品都不能作为 日常饮食的代替品 你乱吃乱喝了 万一引起了 机体的一些 功能失调怎么办 是啊 然后会有一些 什么激素上升啊 荷尔蒙紊乱啊 等等内分泌 失调啊 这些副作用就不好 杨警官 好的 你说的这些 都是从网上查到的吧 真的假的先不说 我们的保健食品 那可是食品 怎么会引起药性中毒呢 那大米也是食品 大米里面有维生素B 对不对 那如果提炼出来 不就是维生素B 就是药物嘛 那你敢不敢 大碗大碗地吃维生素B 这样啊 这样啊 做事啊 做做做做做 是啊 一定要记住 我刚刚说的非常重要 小崔 我先走了 就这样 谢谢了杨警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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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奶奶 你 秦奶奶 你说你这么跟着我 人家怎么做生意呀 您不能躲着我呀 您在给我赛跑呢 您以为吃了几天 九元天真的就能废了 你别管我 我告诉你 我这儿出来找乐 我又愈乐愈乐 你别打扰了 别闹奶奶 这不是愈乐 您儿子还记得吗 他给我打电话了 你知道人家在那儿做那个 那个那个化妆品 做得多难啊 那么多化妆品的生意 竞争那么厉害 这是不是难症啊 是 懂了吗 你说这一大家子 对 被压力够大的 可是呢 我要身体好 他不就少操心吗 您只要不吃那保健品 就是对他最好的一个 他给我打电话专门说了 能不能让您的生活 回到正轨 他希望我来劝说您 懂了吗 你打扰我正常的生活 我再把您拉回正常的生活呀 我生活挺正常的 我告诉你啊 我上那九元天真那儿坐一坐 他们还给我按摩呢 别闹了 您这身体不能让人随便按摩 他们专业不专业呀 万一出问题怎么办呢 挺好的 我告诉你 在那儿啊 说说笑笑的挺高兴的 特别是我们这些老人 坐在一块儿 说说过去的事 你知道那个 西原里那个老李头 他说呀 扬州八卦里的那个金农 还去过我们家呢 还给我爷爷一个 那个国参碑 行 金农 金农是咱们的骄傲 对 那个咱们都是骄傲 好吗 骄傲骄傲 我不是跟你说金农 我是说这老李头 推能吹了 吹 那咱们就别老跟吹牛的人 在一起待着 脑子都会不好了 行不行 我脑子清楚这儿 我告诉你说 特别清楚 就那个寿命科技 还有这热情啊 给我拿了一瓶柳婷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 还用减肥吗 您看你这脑子 一下又清楚了吧 那当然不用了 我大说呀 这个柳婷 能降血脂 降血压 你看 我就买了一小瓶 这是胡说歹八道 真的千万别听 什么降血脂 血压 柳婷那是什么呀 他们呢 可喜欢我了 好几家的大姑娘小媳妇 围着我转哪 走 有的还今天上我家去了 给我拿了一把陆路通 明天那小媳妇又上我家去 还帮我收拾收拾屋子 靳啊 你说 我为什么让你帮我踢鱼刺啊 您不是说了吗 这鱼刺卡着您了 所以您要投诉卖鱼的 投诉养鱼的 还要投诉鱼 对不对 我知道 我懂 我没投诉 我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 过来呢陪着我聊聊天 我太孤单了 我儿子 我儿子老叫我妈 你上我那儿去吧 你上我那儿去吧 我不爱去 剩他那人生地不熟的 这老房子 这老街嘛 我舍不得 还有啊 你说咱们这个小区里的 那么多空潮老人 要都像我这么麻烦你 不把你累坏了 你说是不是 我还说 啊 我还想听从来 就这一件事 是 他一直在说 要我 我就是 是 我 你 我想 你说我都多大岁数了 不是乐一天少一天吗 没有 你让我乐乐去吧 秦奶奶 养老扶助社那个房子 都是家庭住房 几个老人住在一起 多乐呵啊 是不是个伴啊 还有护工 陪在您身边 绝对不离开社区 不离开家 不离开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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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南 比您之前住的地儿温馨吧 有画有字 这幅字 八卦纪念馆的书法家亲手写 福星高照 满亭庆 寿诞生辉何家欢 可是 我的主意 不是 不是 这个 这个瘦子挂这儿去的 没学问 杨老板给我出的主意 您要不喜欢撤了好不好 不要了 不是 不是 挂那个厅里 好好好 挂厅里 挂厅里 老奶奶 杨欣 你们是仙道了吗 慢点慢点 你们 方奶奶 咱不说好了吗 我跟杨老板去接您 然后给您送过来 怎么您自己来了呢 秦奶奶 秦奶奶 介绍一下 对 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沈大姐叫沈秀兰 做过七年的护工 对护理老人方面很有经验 你好 杨欣 你好 以后拜托您了啊 不客气 我秦奶奶还有方奶奶 都拜托您了 对 对了 秦奶奶 对 这个沈大姐啊 做足底保健很专专 但是 这个杨警官 她也学会了足底保健 而且做得比沈大姐 还要专业 对吧 就是 您想让我给您捏 我就捏 您要让她捏呢 当然比我专业的 您可以自己选 她三天 我做我做我做 这儿还有经络渗透保健仪呢 什么仪 奶奶 这个呀 是从医院搞出来的红外线烤灯 它是旧的 它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就像你们平时啊 腰酸啊 背痛啊 都可以烤一烤 可以缓解一下 什么经络渗透保健 都是忽悠人的 好 奶奶听她的 她权威 以后咱们可以一块儿考考了 是吧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方奶奶 没事吧 你们 没事吧 说不舍得家呀 方奶奶 走 咱们两个单独谈一下 好不好 我今天聊一个 我跟她单独聊一下 好好好 怎么了 我说错了 没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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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说过吗 这是 没说过 人家方奶奶说了 三十多年了 没有人对她这么好的 感动啊 所以才流泪 你呀 真的是积了大德了 怎么也得活一千年 我跟你讲 一千年 那是亡吧 那一万年 那不还是归吗 人者神归 行了吗 哈哈 欢迎风铃 雷徐小姐您来了 祝您生日快乐 你怎么知道我过生日 盛先生在里面订了个房间 要我带您过去吗 不用了 好的 我自己过去吧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兄弟 就是这酒吧 是有点喝得不明不白啊 你这 这到底是怎么了 她让你喝 你就陪她喝吗 来 她呀 肯定是为了那个徐家敏 徐 徐家敏 这就是 这就是为徐家敏准备的 我说兄弟 这我就敢说说你了 这值得吗 你就跟我知道 做个快乐佛 每天多自动多小 你懂什么呀 我不懂 你懂爱情吗你 我不懂 我也知道这个 咱说男人 咱可以说 你们俩不说了吗 没错 那今天 是家敏的生日 我想给她过个生日 但是我找不到她 她不肯见我 去年的今天 千年 大千年 这五年 她都在这儿 一切的一切 都没变 每都没有叨 今天是我们 崩开的第一百二十八天 但是我特别特别想她 你 我说兄弟 不是 兄弟啊 昨天 我去了游戴场 那是我们第一次啊 第一次游戴的地方 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 不知道 知道吗 我记得 在摩天轮上 她跟我说过 不管 以后的路 有多么坎坷 我们都会幸福地走下去 爱你的枪 爱你的 兄弟 这 你别别别 兄弟 这话我一定要说 你复出之后 你进去的时候 她去看过去吗 没有 这不就结了吗 你说人家已经不喜欢你了 人家已经喜欢上别人了 你怎么胡说 她没有喜欢上别人 她没有 我了解佳敏 她那是在生我的气 那天 我被抓到警察局了 我把她给供出来 我跟你说兄弟 从那年开始 从把我抓一个那一刻开始 我就没有想把她供出来过 但是 我为什么要说 如果不说 我会判十年 十年以上的有进途营 我怕了 我怕不是因为我怕我坐十年牢 我怕我是因为我怕我 再也见不到她苦 再也看不到她笑 我怕我是 我怕我因为我失去她 兄弟 来来来 我怕 我怕 我怕我是我怕我 因为我失去她 兄弟 你进去她看过她 看过你吗 你就这样啊 没有 但是兄弟 这是有原因的 这是有原因的 我相信家里她不会这样 我知道 现在她可能不会原谅我 但是我想由我的实际行动去 正名 我想靠我的努力 我哪怕赚几分钱 我只要给她一个温暖的家 就这么简单 我现在所说的一切 你们都可能是否认为是一个 认为是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梦 我想做这个梦 我想让这个梦成为现实 我可以付出一切 就算是死的 我也不懂你们什么高大声的爱 但是我祝福你们 干杯 干杯 你现在清不清除你自己的属性 什么属性 保健品那点事呗 那点事呢 人家证据齐全 可以捏造一系列理由 人就说产品这就是你的原因 你得赔好多钱 打官子十有八九你要输的 你再把这人得罪了 把为你说话的路都给堵死了 你知不知道 我宁可输在光明正大的法庭上 我也不可能赢在幕后交易上 这就是我杨仙 好 那我就卖房子 我背着你阿姨 露宿街头我陪着你 没必要吧 你干吗要把警察说那么惨哪 你为我好我心领了 告诉那个说情人 这件事情跟派出所半毛钱关系没有 跟人大代表发生关系了 我会以人大代表的身份 告诉他 杨高明 杨高明 我还要去搬家 喂 几个意思 来 来 慢点 慢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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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静点 小心啊 好 坐稳了啊 累不累 还可以啊 要不晚上我带你去 你 张言 我刚从无锡赶回来 我还得做个汇报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那你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我在办公室等你 他怎么知道静药商要告洋仙的事啊 怎么样 二姐姐 舒服吧 你说我要带你去捏捏 你说你看我的眼神 我能带你干吗去啊 我是个很正经的商人 不正经的地儿我也不去啊 那个官司是什么罪名 我想想 诋毁商家的名誉 毁坏三家保健产品的名声 好像是这样 你是不是在公众场合说人家坏话呢 不知道算不算坏话 反正就是站在人家那边 然后给一些老人家 讲一些保健品的宣传知识 但是我说着说着的时候 我情绪感到激动了 我们的保健食品 那可是食品 怎么会引起药性中毒呢 那大米也是食品 大米里面有维生素B啊 对不对 那如果提炼出来不就是维生素B 就是药物嘛 那你敢不敢大碗大碗地 吃维生素B呢 是 是啊 是啊 情绪激动 你没骂街吧 没有 文明人 绝对没有 我去无锡之前啊 法院的人跟我说了 这是九元天真 联合两家保健品经销商 一起起诉的 这事呢 不太好办 那个不好办 要不你就先放一下 我跟你说件事 我去调查了一下 有几个老人说呢 确实听说了 有人要把杨仙的腿打断 这种事情是不是可以 把他扼杀在摇篮里啊 这买凶伤人的事多恶劣啊 那只是听说 无凭无正的 就算你有证据的话 最多也就是恐吓 像这种官司啊 基本上没有百分之百 两方都满意的 都觉得自己吃亏 一有机会就报复 现在的社会啊 利欲熏心 那也不能任由发展吧 你要扼杀在摇篮中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 万一真的把杨仙的腿打断了 那多影响你们警察的形象啊 不是 我觉得这样 倒是挺好的 他就不用天天日理万机的 就有时间陪你了是不是 不挺好的吗 不是那么说 你们俩什么时候又好什么的呢 我忘了跟你说了 反正到时候告诉你 吃喜剑的时间 你别忘了啊 放心 就算这事你忘了 杨仙他也不会忘的 他一定会趁这机会连财他 说什么 说说 你看看我 太没有眼镜了 说了这么半天话 连个座儿都没让 来 坐下 我给你倒杯水 来 我就不坐了 坐一会儿 再跟你聊两句 学长 其实杨仙真不是那样的人 看你累得熊样的 我的妈 师傅 别给他捏了 让他睡一会儿 给他盖好了 别让他着聊 好 怎么样 工作没什么问题吧 还可以吧 反正我们租房子 装修搬家 再加上接送老人 最近有点累 我跟你讲 这个伺候老人 一定要谨慎 小心还有耐心 一定要权衡好 各方面的关系 勤快点 你也知道我懒 我 我没那意思啊 我就喜欢你这种气质 对吧 我什么气质呀 其实我有时候 你也觉得这气质挺好的 对 你要是再想让这气质好一点 也不大可能了 有点费劲 是啊 谁说不是呢 我就一直纳闷了 是什么样的一个生长环境 生长经历 能培养出你这么优秀的气质 行了 别说了 我知道自己懒 我真不是那意思 行 我也不跟你说那些 冠冕堂皇的话了啊 我呢还真得感谢你 谢我呢 是因为你 让我改变了对杨仙的一些看法 我只说一些啊 是减减性的事 不单单是这个 这段时间呢 我一直在反省 由于工作的原因 我可能把很多事情 看得过于复杂 包括杨仙 那你呢 单纯 善良 没有心机 很多事情看得更准确 学长 其实你跟杨仙 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优秀 不 我觉得我还是比他差那么一点点 没有 要不然你怎么会选择他呢 这不是一码事好吗 我觉得是 好 我祝福他 好吗 谁说打杨仙你就找谁去 你是围阳地区的总代理 我找的就是你 我们这边公司经销商那么多 素质有高有低的 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 我没有说过打杨仙 至于起诉嘛 那是总部的意思 他在外面散布谣言 对我们的销售 确实造成了影响 你们打官司的事 我管不着 如果杨仙在庭外 受到了伤害 我找的就是你们经销商 警官 说话是要讲证据的 出了事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我给你提个醒啊 打官司归打官司 别威胁警察 去吧 找我干吗呀 聊会儿天 在公公园聊 就你和我 说 昨天晚上 我跟张言在这儿散的步 你和谁 张言 说什么了 想知道吗 那必须想 他听说有人要打断你的腿 还要起诉你 就找我来商量 我呢给他介绍了一个律师 希望能帮着你点忙 你什么忙都帮不上 没用的 我告诉你 从气势上 我是一定会赢的 但是官司上 可能我要输了 没办法 生产厂家还有经销商 人家所有的手续 全是齐全的 我没有任何的证据 说人家的东西是造假的 说人家的东西是吹嘘的 你懂了吗 所以要输了 杨夕 你一个人扛这事 确实为难你了 杨夕 咱们俩是一起 备份到微阳分局的吧 你现在只是一个社区民警 心里头是不是窝窝窝慌 你在啊 我记得有一次 同学聚会上 所有人都在聊各自的感受 你说你毫无怨言 这谁信啊 我跟你讲 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怀疑你在装 当什么警察 什么警主 都愿意 我曾经这么说 我现在还这么说 我以后可能也会这么说 你怎么想我 我早就无所谓了 我觉得吧 你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是我怎么想的 是大多数的人是怎么想的 好啊 怎么想的 你的所作所为 不得不让我们怀疑 你是在捞取政治资本 来 别光坐着 咱俩溜溜溜 溜达溜达 好 活动活动 好 这些都是吗 嗯 来 坐 谢谢 这样 你看看找一下那个 师范大学的教授 找食品 药物 技术监理部门 检验一下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那三家经销的 我让市场部的人 打听过 这三家经销商的产品 这三家经销商 其中有一个消费者说 他给父亲送了二十盒 九元天真的 酱糖类的保健食品 服用后疗效特别显著 这说明这些产品货真价实啊 国家对保健食品可是有规定的 保健食品是指具有特定的保健功能 或者补充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的食品 保健食品不能以治疗为目的 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它效果太明显了 所以里面可能还有一些药物的成分 对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成分也有规定 经营和生产的食品里面 不得添加药品 这就是说保健食品它不是药品 是特殊的食品 你怎么也应该给你 不来 怎么了 喝包肉丑嫁了 我哪让你那么霸道呀 你倒是把你老公管的 连气都不敢输 我们家大事啊 听他的 小事 才听我的呢 你们家有多少大事啊 别闹 我呀是来征求你们意见的 你们儿子跟别人打官司 要不要我找亲妈帮忙 要钱出钱 要人出人 不用 不是 老爸 你说这打官司啊 你得花钱铺路 你得找人说话 这说是打官司 其实是打什么 打钱呢 对 人家的保健品利润多大呀 不是 就是 人家把你那小警察 做掉也花不了几个钱 你说是土匪窝 华华 这事 不用你管 挟死自重 没错 你说对了 我确实有这个意图 可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社区警察的级别太低了 这是事实 对吧 是 所以我要想办成一件事情 真的会很难 如果说我要以社区警察的身份 去办 人家可能不会买账 以人代代表的身份去办 他又会说我以示压人 你不是人代代表吗 好啊 我尊重你 我惹不起你 但我不跟你办事 所以他认人不认识 认权不认理 我说这个现象社会上存在了吗 从过之间 可你知道我办的这些事情 大部分都涉及到了民政 经济 工商 还有行政等等 各行各业的法律 法规 除此之外还有 单位的规定 地方的规定 还有各种临时的规定 但凡有一个人 用任何理由来跟我推脱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能去抹 去寻找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 去卷好 去求爷爷杠奶奶 去扯皮 刑警之法 是要相对单纯一些 好 那我们再说回内部 也有这么样一个眼光在看望 如果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不应该做的事 我做了 我那叫出风头 如果别人应付不来的 走形式化的 我认真地把这事给做了 那有效作秀 是这样吗 社会上虚假现象太多了 所以人们往往会扭曲 真实的定义 但是欣伟 我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们警察的侄子 直接关系掉了人民的生命安倍 社会的稳定 还有国家的平安 分内的事 去做就好了 不用说出来 但是有些事 不说 有些人他就不行 所以这我才去找了易总 希望他去帮我一个忙 我们俩达成了一个协议 我看出来了 你呀 很热爱你的职业 在基层呢 你也习惯了你的基层工作 没错 我热爱我的工作 我喜欢这身制服 帮个忙行不行 请请 继续演下去 董事 膈调 很高兴 咱们俩今天 能有这么一段谈话 个人的价值 不需要别人来评论 我认为 做人 能过得了自己良心的坎 就够了 做事 对得起自己的旨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